掌聲鼓勵 歡迎我們的女生郭婷筠 來 安排這一首 用愛表現比較俏皮的歌曲送給大家 我們的曲長 還有我們現場長官 以及現場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郭婷筠 我們也要一起 謝謝你啦 謝謝 帶來這首 用愛表現 用愛表現 在我的心寒來 人是一輛火 一輛世愛上水的火 不管春夏秋冬沙的爬 都開在我心內地 在我的心寒中 人是一輛歲 比這像是童話語言 一輛三輩五時 替你騎來騎 祝你千遍不厭倦 我想要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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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天 因為我都會這麼長生 你在我心寒中 我會心寒出現 天一時再妙不可言 我想要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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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天 就送你們 向右愛表演 尊心一無力 也一無力 打雙手輝 很可愛的人水宇要賣表現 有人看過這首歌的MV嗎 跟現在的我長的不一樣 非常的多 差的非常的多 你冒的深冠 你是一輪月 一日生涯尚水的火 兩關春夏秋冬煉的地 都開明心來地 一關心斷雄臨時一分生 一隻山是桃花蕊的 一關三句五時給你聽來 九年千遍不厭倦 聽好 我想賣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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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天 連我都在這副情線 一在我心的表面我心的粗狠 天氣實代表不可憐 我想賣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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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天 都是有天空有白海表演 想賣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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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天 第一下是河州懷 你別人愛你每一天 那我心的粗狠 venture 天氣實代表不可憐 天氣實代表不可憐 那我心的粗狠 我心是一個月 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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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每一天就送金庫洋爱的 少许自由你 要自由你 他和少许会 哎呦 謝謝 用外表現 小梁哥好 不對 是孔劉哥好 小劉哥好 大家好 小劉哥好 所謂的 小劉哥是留不住 留不住的 孔劉 進水樓台仙德月 是 肥水不落外人田 抓到了就是他 外表老師內心奔放 外表老師 人家去參加歌唱比賽 你在後台怎麼騷擾他 不 怎麼追求他 我先講一下 我一開始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心裡是想說 這個人已經結婚生小孩 幹嘛不好好照顧家庭 還跑來圓夢 我第一個對他的印象是這樣 那結果呢 結果他對我的印象 其實一開始不是太好 對 因為他長得比較高 他又踩高跟鞋 他今天穿得比較低了 你去想他踩7公分的高跟鞋 我那時候經過他的時候 他不笑的時候 他不笑 就是非常有氣勢 很有氣勢 很兇的感覺 結果他從對面 女浩克就是照他的圓圖 下去設計 下去做的 從對面一面走來 我就這樣看著他 因為他比較高 對 那別的不挑 你怎麼專挑他騷擾 沒有 要不然 專挑他追求 沒有 因為我就想說 他個性很好 沒有 要講重點 我們是因為美食 美食 那個時候都喜歡吃 對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都不太理他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跟那個 也好 有一次他在跟選手們聊天 他就說 那個哪裡哪裡有一個豬排超好吃的 他聽到Keyboard 就 對 我本來都沒有在理他 然後我突然就挑回去說 哪裡有豬排 從此以後 開始交換Line 豬排情緣 對 所以一塊豬排騙到 不是 取了他的一生 取到他 是 取到他 太棒了 很棒了 有共同的嗜好這樣也好 當然 對不對 喜歡唱歌 然後喜歡吃東西 吃東西很好 台上台下都有共同的興趣 對 沒錯 而且剛介紹他出來的時候 你自稱他是女神 是 聽起來 就是你很想活下去 他跟你學習的 我馬上在台上短短的一分鐘 我就學習到活下去 這一個訣竅 因為台上是一時的 等一下回家 只有你跟他 沒錯 只有我們兩個空間 對不對 而且因為之前 這個 我們婷筠這個身材 是 怎麼了 比較壯碩一點 對 但是聽說是被你氣瘦的 沒有 不是 不是被我氣瘦的 那不然是 就是那個時候他 應該是說是我老公鼓勵我瘦 對 應該說 是不是給了你最後的通牒 所以如果你再不瘦 我就決定 沒有啦 是因為去年疫情是不是大爆發 對 然後那個時候 一般人在家裡都胖了 對 但是 這個時候因為終於有一點時間 可以去休 就是可以好好休息 老公就說 我覺得你再這樣胖下去 沒辦法 你一定要去檢查一下你的身體 你一定有很多毛病 然後一開始就想說 就是也不 就是沒有 我一開始我比較沒有天派 對 但是後來想想 因為反正你結婚了 還騙你騙到了 對 不是啦 開吃就吃下去 為什麼你講話 我都會被你引導下去 沒有 大概就是這樣 對 沒有 因為我想說有小孩了 然後也希望自己身體可以健康 結果沒有想到去檢查 那個紅字真的是一整排 天啊 嚇到 就像以前學生時代的成績 紅海 嚇到 所以後來就毅然決然 然後老公也一直給我鼓勵 然後他會做一些 一起運動 對 一起運動 然後做一些比如說 沒有澱粉類的餐點 太棒了 聽說減了八十幾公斤 喂 沒有啦 他以前是多誇張 他以前是多誇張啊 不是有去日本比賽嗎 沒有啦 你好像都看錯了 看錯資料是不是 不是那個 減了很多 大概27公斤左右 賞聲鼓勵 27 27公斤耶 很多國小三四年級的小朋友都還沒有27公斤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現在是健康最重要 然後氣色也好 重點是衣服 隨便買都有 對不對 對 很好買 而且台下觀眾朋友們 長期都有這個體重的困擾啊 簡單幾個口訣交給他們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要訣 我真的覺得吃東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挑對飲食 還有找到適合自己的運動 如果你都比如說 好你可能都常常跑步 但我不喜歡跑步 對 這對我來說就很痛苦 像我喜歡跳繩 我覺得找到 適合我自己的方式 但是跳繩是他不痛苦 樓下的痛苦 都在痛苦 之前痛苦 現在應該還好 他現在還好 什麼樓下 整棟大樓的痛苦 喂 沒有我覺得減肥的不會反門 就是你要找到 不痛苦的方式 對 如果讓你什麼都不能吃 然後什麼都一定要這樣子 你會覺得 那很痛苦 對 有時候晚上真的會哭 你走在路上 都是什麼滷肉飯 牛肉麵 肉根湯肉丸 鹹酥雞 你都不能吃 你也瘦很多 那你的口訣是什麼 我講了半天 就在等這一劑 終於哭那麼久的哭了 自錄你的代言 沒有 我也瘦了十幾公尺 有啊 真的 所以你跟恐慧越來越像啊 是 有 有 天啊 我今天怎麼 我打自己一下 我幫你 整個晚會 我等的就是這一刻 對 我也減了十幾公尺 真的 有啊 真的 簡單的一舉口訣 介紹給觀眾朋友 我覺得就是多喝水 少喝飲料 但是有飲料 要來找我們三個代言 也可以 我們會馬上喝起來 對 我跟你講多喝水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 我也是疫情期間 是 那因為你要出去很麻煩 所以在家就只能喝水 然後呢 家裡面又有小孩 那小孩你 因為是親生的 長得又很像 你賴也賴不掉 所以虎毒不食指 每天的這個 比如說中午十二點 晚上六點 你就要餵他吃飯嘛 對 他吃你也吃 定時定量 對 這也很重要 小朋友每天早上七八點 就叫你起來跟他玩嘛 對 所以早睡早起 作息變正常了 真的 所以每個人其實 減肥減重的方式 真的是不太一樣 是 對啊 但是 那可不可以回到我們新莊 秋季音樂饗宴 怎麼開始在講減肥的事 是 今天來就是要唱歌 然後唱很多好聽的歌 給大家聽 因為很開心 今天來到新莊 跟大家見面 大家有開心嗎 有 接下來要帶來什麼樣的歌曲 剛剛我們唱的是 比較輕快的合唱 接下來要唱這首歌 我覺得是 對我們來說意義很大 因為這首歌 也是在我們的婚禮 有播放